最后 你有没有盼望有一天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你在祂的名册里面有份 因为祂一定要把你带得完完全去圣洁的礼物 那些人是谁呢 就是如今可莫他来 继续圣洁化自己的人 这是圣经的话 凡仰望他 等候他来的人 他们就接近自己 天天接近自己 使我见到主的时候 我配得见他 因为我保守衣服是洁白的 一个穿了百衣的新娘 会不会等他的新郎没有来以前去玩泥土呢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一个已经穿好了新娘衣的女子 他为什么乖到那个地步 静静的等 你看过穿着新娘衣不动的人吗 很少人穿着新娘衣跑来跑去 拉上拉下 我现在在我的教会里面 一两千人的教会 我没有办法做新郎新娘结婚的时候讲到 刚刚开始的时候 什么同工都没有 我自己讲 以后神把一个一个修生出来做工了 我就把结婚的 把喪事的全部交给他们 我完全不处理这些事 那么会有结婚我来吗 不一定 因为忙到一个地步 我一年有三百多天在外面 我怎么会来呢 所以我只有一个办法 如果他们拜六结婚 我开会到一半的时候 我一定抽五分钟下去 为新郎新娘祷告 我再继续开会下去 就不参加他们的 他们的分离我会出现 他们的分恋我几乎不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智慧的人在商家 不在喜家 耶稣圣经讲的话 所以如果一个人死了 商家痛苦的时候 我常常会到 但是喜宴的时候 我常常不到 但是喜婚喜 这个婚事在进行的教会的时候 我会来祷告一下 这表示什么呢 圣堂里面举行分离的 这个重要性 是过于在餐馆吃大菜的重要性 就我会来 那么新郎新娘看到我来祷告 他们很欢喜 他牧师自己来了 就一定要跟我拍一张照片 那每次我下去的时候 都是他们的分离 还没有开始以前 几分钟我下去 比如是四点结婚 那我九点五十五分 就从楼上下来 那见了新郎新娘 那有时候的分离呢 应该四点开始了 但是有一些的 比如说伴郎没有来 或者是没有 会拖了十分钟 二十分钟 我发现一件事情 在等候的时机 所有做新娘都乖得不得了 静静的 动都不动 就免得插的粉飞掉了 免得一块红一块白红 所以乖乖地在那边 静静的保守圣洁 直到分离来到的时刻 这就是用汉一书第三章的意思 反等候他来的 必接近自己 我刚才问你三个问题 你得救了没有 第二个问题 你每个礼拜听到有没有更圣洁 第三个问题 你有没有真正等耶稣基督再来 你有没有盼望他再来 如果你真正盼望耶稣再来 你一定做一件事 保守自己的圣洁 今天的多少基督徒 是继续不断 时时刻刻 很警醒的来保守自己 谨慎的 使自己不落在 玷污 罪恶 诱惑 失败的中间 你以敬畏上帝的心 以爱自己的心 以尊重基督所留的保学 以神明的引导 你顺从 继续不能保守自己 继续不断过圣洁的生活 继续不断求助圣化你 直到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 这样的人是有福气的 当耶稣基督再来 我们要在羔羊的沿西中间 享受圣羔羊 娶圣西妇 就是教会 与祂的圣洁中间 永远结合的那个喜乐 你需要圣化 你需要离开你 误会 堕落 犯罪 不敬畏的生活